第五百三十八集 王秋儿骤然一枕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学弟那深邃的眼眸 下一刻呈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无尽的冰雪世界 学弟三绝之地寒天 与霍宇浩涌动之欲的组合 学无疾兵欲和极致力量黄金龙硬拼 那绝非智责所为 霍宇浩自问正面对冲 自己毫无忌讳 想要战胜王秋儿 他就必须要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有一点贝贝说得很对啊 在场众人中 要说对王秋儿的能力最了解 那还真的就是他了 远处观战的众人 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骤然降低的温度 尽管学武级兵欲 只是覆盖了大约直径一百米左右的范围 但其中散发出的寒气 却弥斑在了整个场地内 这也是霍宇浩修为还不够的原因 如果他的修为能够达到更加强横的程度 那么完全可以控制寒气不万一 不但更节省魂力 也能让领域的威力更大 大片大片的雪花飞舞 霍宇浩也就那么悄然消失在了雪花之中 一片片宛如历刃般的雪花 在饥寒的气温下围绕着王秋儿展开了全面进攻 王秋儿站在原地没有动 也没有去试图寻找霍宇浩 手握黄金龙枪 此时的他显得很平静 甚至双目微合静静地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一层看上去并不如何厚重的金光 从他身上冒起 将他的胶躯完全覆盖其中 但就是这么一层看上去鲜薄的光芒 却硬是阻挡住了那一片片带着极致寒意 并且如同历刃般割裂而来的雪花 身在雪舞级冰域内 王秋儿的魂力消耗也是极为迅速的 他的实力再强 面对领域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霍宇浩结合大自然的力量一同 向他发动攻击 雪舞级冰域在环境越冷 湿度越大的地方 效果就越好 使这个学院当然算不上什么寒冷 但有着那么一大片海参湖在 湿度还是相当够的 如果有人能够看到霍宇浩和王秋儿的魂力状态的话 那么就会发现两人的魂力此时都在持续下降的过程中 王秋儿是因为抵挡领域的威能而下降 霍宇浩则是因为释放领域而下降 相对来说 霍宇浩的消耗就要相对小一些了 毕竟领域是他主动释放的 而且身在领域这种极含环境之内 他自身的魂力恢复速度 当然要比王秋儿快一些 再加上学女的辅助 别看他修为不如王秋儿 但领域对王秋儿的削弱显然更强一些 但是霍宇浩毕竟是五环魂王 而王秋儿则是六环魂帝 在大家都是极致五魂拥有者的情况下 魂力强度其实差不多的 继续这么消耗下去 霍宇浩虽然消耗的速度要慢 可实际上他的魂力总量和王秋儿相差不小 最终两个人谁会先消耗完还真不好说 霍宇浩施展学武及兵域的目的 当然不是为了纯粹的消耗 一个是因为他并不想和王秋儿硬碰硬 大家曾经生死与共 他逐时是不想和王秋儿打 另一个则是为了寻找机会 身在领域之中王秋儿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相当于是将他的黄金感知封印了 而霍宇浩却能随时感受到他的任何变化 一旦王秋儿露出半分破绽 那么霍宇浩立刻就会有克敌只剩的机会 所以他在等待 退一步说 就算是他最终没能战胜王秋儿 凭借着学武级兵域对他的消耗 他恐怕也没办法再坚持下一场了 身为控制系战魂师 霍宇浩在这方面也是计算的相当精明 王秋儿仿佛已经完全落入了霍宇浩的圈套似的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整个人真的像是化为了雕像一般 手中黄金龙枪点在地面上 静静的 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种状态下的王秋儿 看上去全身都是破绽 可也越是这样 霍宇浩就越是不敢轻聚王冬 王秋儿不急 霍宇浩就更不急了 释放着学武级兵域 他也在默默地感受着领域的变化 对于这个领域 他其实还不算熟悉 也还远远不能将领域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 此时正是一个很好的体悟时机 他们这边僵持住了 观战的双方队员们可就有些不好手了 伴随着学武级兵域持续的时间延长 气温也在不断的下降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场地内的气温都已经下降到零下二十度以下 而且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窦魂区建筑上不少地方都已经开始出现冰挂了 逼迫着观战的学员们不得不释放出自己的魂力 对寒冷进行抵抗 于昊这小子是在战斗还是在谈恋爱啊 这怎么还没啥动静了 别乱说 一边说着 他向王冬儿那边示意了一下 嘿嘿 没事没事 要是于昊这小子 赞赶一轻别恋 冬儿 三师兄 呵呵 三师兄一定帮你走到他满地找你啊 原本想说些便宜话的 但他身边的江南南 悄无声息的身对只手落在他腰间 徐三师立刻画风一转 变得义正言辞起来 王冬儿扑斥一笑 四师姐 好好管管他 省得他天天在外面口花花 三师兄一肚子花花肠子 不堪尽点可不行啊 有本事就让他跑 跑了就别再回来 我才不管他呢 哼 跑 我往哪里跑啊 我跑得再快 也跑不出我们男男的受伤心啊 你只要轻轻的那么一拉 我立刻就回到你身边 任凭差遣啊 是吧 少在这里有嘴滑舌的 不许你挑拨人家宇浩和冬儿 听到没 是 真命 王冬儿此时并不着急 他隐约猜到了霍与豪的想法 这就是要消耗 不过对于霍与豪 并不和王秋儿正面对抗 他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在他心中 王秋儿究竟是怎样的地位呢 算算时间 霍与豪释放领域应该差不多了吧 再这样下去 他的魂力就坚持不住了 还是王冬儿最了解霍与豪 就在他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 雪武级兵域内也捏着的霍与豪动了 轻飘飘的宛如一片雪花 霍与豪向王秋儿悄然接近过去 雪武级兵域内 他就是这个空间的掌控者 顶一自然而然地将他的气息全部掩盖 霍与豪一双手掌 此时也已经变成了不同颜色 左手是冰蓝色 右手则是冰白色 轻飘飘地向王秋儿背后落去 魂力快要支撑不住领域了 胜负再次一举 赢了固然好 输了也消耗了他足够的魂力了 眼看着王秋儿就在眼前 霍与豪略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左手轻飘飘地向他背上印了过去 能够看到 在他左手之上 已经完全被钻石冰金所覆盖 那散发着悠悠蓝光的钻石冰金 看上去绚丽而神秘 但是也就在这时 王秋儿动了 没错 在领域内 王秋儿是感受不到半分祸与好的气息 这是领域的威能 但是身为黄金龙武魂的拥有者 他自身的感知何等强大 当威胁到自己的攻击到来时 哪怕他一点也感受不到那攻击的气息 心中却也会立刻出现危机感呢 王秋儿右手中黄金龙枪 骤然向身后刺出 幻化出无数枪芒 覆盖了自己身后 几乎全部取欲 那灵力枪芒释放的过程中 就像是有一头巨龙突然发出咆哮一般 正耳欲龙的龙吟声汇聚 将周围雪花瞬间搅动的溃散 但是 这里毕竟是霍玉浩的学武级兵语之中 霍玉浩的精神探测 一直就落在王秋儿身上 当他拔出龙枪反手刺出的刹那 霍玉浩的身体就已经变换了位置 跤踏鬼影迷踪 霍玉浩虚幻的一闪 整个人就像是一片轻飘飘的雪花一般 从侧面绕开了王秋儿的黄金龙枪 左手依旧向他排去 但位置却变成了摇间 这一瞬间的爆发 霍玉浩的速度也已经达到了极致 而王秋儿因为全力施展黄金龙枪 自身魂力倾泻的同时 也让他的反应慢了半盘 凭借着精神探测的覆盖 霍玉浩对这份时机把握的可以说是妙道好颠 中了 霍玉浩的左手轻飘飘地拍击着王秋儿腰部 极致寒意瞬间注入 兵地滋骚的威能骤然迸发 强大的力量在拍中的同时 就有将王秋儿推开 不仅如此 兵暴术也伴随着极致之兵瞬间清洗而入 将王秋儿腰间大片血脉冻结 王秋儿的实力确实浅寒 腰部对于一般人来说 本身就是要害 而且是人体发力的中心点 一旦腰部出现了问题 本身就是要害 而且是人体发力的中心点 一旦腰部出了问题 那么立刻就会陷入无法发力的窘境 可是王秋儿站在那里 就像是立地生根一般 霍玉浩一掌推在他腰间 竟然没能将他推开 当他的右手与王秋儿的腰部接触的瞬间 顿时感觉到他腰间 金竹钢铁 兵豹术与极致兵的为能 虽然送入了王秋儿体内 但他的手掌也是被立刻弹起 并且借助着短暂的时间 王秋儿的身体已经半转了过来 黄金龙枪不减了 王秋儿那原本握在手中的黄金龙枪竟然消失 之前在他背后爆发的规律枪盲 王也是同时消失 不好 上当了 霍玉浩立刻就判断出情况的不妙 但是在这种时候 他那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显现了出来 或者一般人 发现这些上当陷入不利局面的第一反应 肯定是立刻拉开距离 拉开得越远越好 可霍玉浩却明白 在这个时候 自己想要拉开距离 已经做不到了 王秋儿在进战中能够爆发出的速度 力量 他都曾亲眼见过 哪怕有领域的掩护 这时候他也是无处可逃 一旦弱了气势 那么他恐怕连王秋儿一击都挤不下来 要知道他的魂力现在 也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 所以霍玉浩没有跑 他的右手闪电般叹出 只跟王秋儿肩头拍去 功底所避久 与此同时 冰皇裤体也在瞬间覆盖全身 强烈的闭光闪烁 冰皇之怒紧接着就要爆发 轮应变的速度 霍玉浩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 而且他能感觉到 自己先前拍中王秋儿的一掌 绝非无用 冰爆术 终究还是注入了进去 但他犹豫了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引爆 因为他也不知道王秋儿 是否能够应付冰爆术的威能 要是真的 竟在腰间炸开了 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重伤了 霍玉浩做了这么多事 王秋儿却制作了一个最简单的动作 他从刚刚发动开始 整个动作就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右手黄金龙枪反手刺出 刺出的下一瞬 他就松手了 被霍玉浩拍中腰部的时候 他的身体也只是微微僵硬了一下 然后就要拧腰出拳 在抵挡领域的时候 王秋儿就释放着他的第一魂技 黄金龙体 而为了让霍玉浩上钩 他在被霍玉浩一张拍中的时候 并没有加强自己的防御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去迷惑霍玉浩的精神探测